各位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 那么我们来继续安卓存储实现本套课程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在安卓中 如果要实现我们内部存储的话,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得要明白什么叫做内部存储 内部存储,顾名思义,其实是相对于外部存储而言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保存的话 我们是把这些数据呢,保存在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内部 所以我们要找到保存的一个路径,对吧 像我们之前使用外部存储的时候 保存的路径一般是在SD卡当中 那我们使用内部存储呢,使用内部存储 也是遵循保存的方式 那么保存的方式是什么呢 也就是开辟留对象 进行文件的保存和读取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操作这个内部存储空间 那么我们会在代码当中呢,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本节课课程之间呢,我已经创建了一个Activity 我们名字叫做InnerActivity 那么在他所定应的这个布局文件Activity-Inner当中 我是怎么样进行排布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整体一个RelativeLs,相对布局 然后在我们的上方呢,其实是有一个EditorTest 请输入一些文本内容 然后给他的ID,我们给他Inner-TV 下面呢,有两个按钮 分别是保存以及显示 那在我们这个布局文件当中呢 写完了空件 我们在咱们的Activity当中 对空件进行一些初始化 并且我还给这两个按钮设置了一个监听事件 同样下面呢,是对他监听事件的一个回调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过程之前呢 我们点击Save按钮 我呢,是让把EditorTest里面输入的一些内容呢 保存到我们内部存储空间当中 同样呢,点击Show 我们就从内部存储的那个文件当中 把内容读取出来 并且以一种显示的机制提示给用户 你比如我们可以使用吐司 也可以使用Log打印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面使用吐司 那么OK,整个流程呢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 你比如我们在这个显示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调用一个叫做SaveInner 咱们调用一个这样的方法 那么不多说 我们要创建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保存的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给他获取EditorTest内部输入的内容 然后同样呢 我们点击Show方法呢 也要有一个咱们叫做SaveInner 我也封装成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是我们显示内部存储文件中的内容 OK 那么如果我们点击这个保存的话 怎么去获取EditorTest的内容呢 在之前我们已经对这个InnerGanget呢 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出手画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使用Inneret.getTest.toStream 大家对这个方法应该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们给他转回值 当中叫做Stream类型的Input 我们接收一下 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想把它保存到内部存储当中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怎么去打开一个内部存储文件 那么我们在文章图式当中呢 就给大家来写一下 你比如我们要使用内部存储 内部存储 它也是使用流的一种读写形式来进行的 但是我们打开内部存储文件 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咱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OpenFailOutput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法 当然它是从一个山下文对象当中 直接进行打开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C5-Inner当中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咱们使用上下文对象 也就是this this.openFailOutput 顾名思义 Output是做一个输出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将数据 写入到我们的一个文件当中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传入的是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Stream类型的Name 以及Inter类型的Mode 好 Stream类型的Name呢 它其实表示的是一个文件名 你比如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咱们叫做Inner.test 有个同学在学到我们 SharePerferences的时候 应该知道 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也起了一个文件名 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它加上 这个文件名的一个后缀 也就是说扩展名呢 我们是没做指定 因为它的扩展名默认是 长达形式 在我们内部存储当中 它其实没有这种形式的 你可以保存成任何类型的 一个文件信息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定义的是 Inner.test格式 Mode呢 在之前操作的咱们应该有一个印象 我们使用Mode Parrat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提示一下 需要我们进行 TrackHatch 处理我们的一个异常代码 如果我们要找的这个文件 并不存在的情况下 它就会抛出这样的一个异常 同样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 Local variable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其实是一个 Alp的Stream对象 我们就叫做FOS 一个文件的输出流 那有了这个FOS的话 大家 我们有了我们想输入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 FOS.write 这里面写入的呢 其实是一个byt类型的自己的输入 因为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获取到了 这个input对象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input 将一个字串类型 转化成一个byt类型的直接速度 getBets 这个写入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可能会发生异常 它发生的是一个 Io异常 那这样读写操作进行完毕之后呢 针对我们操作流 我们肯定要对这个流进行关闭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FOS这个参数呢 我们给它提到外界 我们首先给它生命为空 然后呢 那我们把finally当中呢 把这个流进行一下关闭 finally当中 我们判断一下 if如果FOS 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FOS.close 关闭掉 同样也是进行 surround with track cache处理一下 那这就做到了 我们内部存储文件的一个保存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 先给大家启动一下 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 如果我们保存数据的时候 需不需要写入的那个权限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咱们那个权限是什么 write external storage 写入到外部存储的一个权限 所以咱们在保存内部数据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权限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配置一下当前这个 inner start manifest 我们要在清单配置文件当中 对它进行声明注册 所以在下部呢 我们也给它加一个注释的形式 咱们表示 内部存储使用的activity 所以呢 我们把intent filter过滤器 并且是拿到我们当前主入口的一个过滤器 添加到我们这个inner start activity当中 然后我们启动一下当前的一个工程 我呢在这里面已经关联了一个4.2.2的模型器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已经运行出来了一些效果 上面是我们idtest文本的一些内容 下面是两个按钮 分别是保存以及显示 首先我们在这个idtest里面呢 我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你比如我们来一个 Welcome to Math 我们点击保存 这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一个提示信息 如果大家想做提示信息的话 可以在我们inner start的这个位置 当它读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加一个图丝打印 你比如我们使用toast.maketest 当前上下文对象 我们使用list 同样保存的内容呢 我们比如 保存的内部存储文件完毕 toast.lengthshort 所以我们给它点击一个设备方法 我们把它运行一下 OK 同样呢我们在这里面输入一下 Welcome to Math 我们点击保存 可以看一下啊 保存到内部存储文件完毕 那么它到底保存在我们的哪个位置呢 我们来到DDMS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关联的是MNT SD card 当然它只像storage 我们后续要看的就是一些storage 这是我们外部存储所保存的一个路径 但是我们内部存储呢 其实是不保存在我们这个路径下面的 那它保存在哪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在讲share的perferences当中 它其实保存在data 本身的数据 这里面还有一个data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找到我们所对应的一个包 你比如我们刚刚写的是 come.mat学院.test 好我们就把它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多了一个文件夹 相对于其他的应用程序而言 它其实多了一些文件夹的 你比如我们打开其他的一个应用包名 这里面都包含了一个catch 以及lib路径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多出来的文件夹的 这个叫做fills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是刚刚写的一个文件名 叫做inner.tst 我们把这个inner.tst呢 我们导出到我们左面当中 大家来看一下 OK这是inner.test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打开之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机式本的形式 直接帮我们打开 你指定是什么样的类型 它就以什么样类型打开 存储的内容呢是welcome to math 我们把它关闭 来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其实这个保存的形式呢 已经写完了 大家我们使用的保存形式是什么呢 open file output 这个方法呢 来打开一个输出流 关联内部存储保存的文件 当然要指定文件名和操作模式 打开内部存储的文件 需要指明文件名 以及该文件的操作模式 同样大家我们可以把这个open file output 咱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内容当中 它是怎么样进行定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它在content wrapper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方法的一个定义 并且这里面是调用unbiz open file output 还是在使用我们当前的这个商量对象 去调用这个方法 而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其实是没有做一些实现的 开发者呢 需要把它给实现出来 所以它定义的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OK 那么我们做完了这个写入的操作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显示文件的一个读取 那么读取的时候 大家根据我们写入使用的一个流 咱们使用的是open file output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到 我们读取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流 其实叫做open file input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需要指定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名 你比如我们叫做inner.test 然后我们提示一下啊 这里面也需要到一个feel not found 因为这个文件呢 有可能我们也找不到 然后它的返回值呢 是一个feel input的这种对象 fis吧 那这样是它读取的对象 同样我们一会儿也要牵扯到 把流进行关闭 所以我们把这个对象呢 也给它声明到外界 OK 我们把它关闭掉 那么有了这个流信息 我们开始进行读取 那么既然已经关联了我们这个文件之后 那么咱们接下来借助的形式 就是流的读取形式 不多说 我给定int类型的len等于0 同样呢 我们给定一个byte类型的字节数组 bof 我就等于new一个byte类型的字节数组 1024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我们进行well循环 循环的进行便利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数据读到的内容呢 也就是我们fis.read 读进哪呢 读进我们那个byte数组 也就是我们这个bof当中 并且呢 我们读进的字节数组有多少呢 我们用len进行下复制 当这个整体呢 不等于 -1的时候呢 表示我们一直在读 当然这里面 它还要有一个异常进行抛出 所以我们也添加一下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读到文件末尾 就一直 读取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进行内容的一个显示 当然呢 我们读取到的所有文件呢 我都使用一个图丝进行打印一下 所以我们使用toast的 make a test 上下文对象呢 我们还是使用this 读到的一些内容呢 你比如获取到了 接下来我们添加了一个内容 那么它这里面呢 本身就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但是我们使用到的这个数组呢 叫做bof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将 byt类型的字节数组 转化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表示 我们new一个sg 我们如果想要将一个byt类型的字节数组 转化成字符串的字符串的字符串对象 buffer 以及我们从哪开始截取 截取到哪为止 这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构道形式 同样 我们在后面呢 指定它的一个显示时长 我们使用 puts.lens.short 继续调用我们的一个受考码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byt类型的字符数组当中 把l1n长度的一个数据呢 给它读取出来 那 做完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流进行一下关闭 如果我们的fis 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fis.close关闭一下 同样也要报一个异常 我们对它进行strong的位置 try catch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内部存储的读写操作 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我保存里边一些内容 比如我们保存hello world 它已经保存到内部存储文件完毕 我们点击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获取到了hello world 再点击显示 它还是获取到了我们的一些hello world OK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内部存储的一个保存形式 那在这个内部存储讲完之后呢 我需要给大家提几个路径 你比如在我们这个内部存储的这个 DDMS保存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catch 这个catch呢 其实是我们内部缓存的一个保存路径 当然我们怎么样去保存到这个catch路径呢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获取到这个catch路径呢 你比如我们在这个应用程序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看一下 经常使用的缓存路径 都有哪些 首先呢 那我们给大家调一下啊 我们使用上下文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getcatchDR 大家这样是一个缓存的保存路径 那我们把它切一下 直接给大家打印一下 你比如我们使用log 我给一个标签 保存的路径1 跟上我们当前的这个上下文对象 调用的这个getcatch OK 这样是一种形式 除了咱们上下文对象调用这个getcatchDR的时候 还有一个this.getcatchDR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显示在哪里呢 显示在我们当前这个catchDR当中的一些数据 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径到底是哪里 那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保存路径3 另外一个缓存经常会使用到的路径呢是我们environment 有一个getcatchdownloadcatchDR 这个是一个环境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下载的缓存路径 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三个路径分别是哪里 OK我们加一个tile过滤标签 我们会发现啊 咱们看到的这个过滤路径当中 首先第一个路径我们调用的这个方法是哪呢 我们使用的是我们使用的是上下文对象 要用getcatchDR 那么它所保存的路径呢是data-data应用程序包名catch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路径 data-data应用程序包名下面这个catch 那么同样第二个路径它保存在哪呢 它保存在我们storage-amulity的0 Android-data-data-android-math学院-test-store-catch 其实它是保存在我们外部存储的这个缓存当中 也就是说在sd卡当中也是存在缓存路径的 像我们保存一些 你比如我们从网络当中去读取一些图片信息 而且是大批量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保存在外界当中 第三种呢我们使用environment.getcatchDR 它保存的路径呢 其实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体环境当中的这个catch 也就是说我们会拿到这个整体的这个catch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保存 当然一般我们很少去操作这个路径 那有的同学说我们用这个catchDR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使用缓存保存图片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 它会随着我们应用程序的卸载而卸载掉 所以就不会带来一些冗余的数据 而我们应用程序存在的情况下呢 又可以很方便的来为我们的应用程序提供一些便利的快捷访问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内部存储存 当然它的一个保存是一个open fill input 来打开一个输入流 关联内部保存文件来进行 读取 上面呢我们是关联一个输出的流来进行文件保存 好还有大家要注意常用的缓存路径 如果我们要使用到内部缓存的话 内部缓存经常会调用我们这个方法叫做catchDR 也是一个上下文对象来调用的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换成contest 不得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外部存储当中的一个缓存路径 也是使用我们上下文对象调用它的一个get as general catchDR 好这是我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点的练习 那这个练习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使用安卓内部存储的时候 保存的路径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作答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外部存储的路径 以及我们share preferences它的一个路径 然后第二个如果像内部存储的文件当中 如果我们想要是追加数据的话该怎么实现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我要想输入一个hello的话 我点击保存 保存完毕 点击显示 它是可以给我们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我要再给它输入一个welcome 同样我们再次点击保存 点击显示呢 咱们之前那hello就已经被覆盖掉了 那如果我要想去追加而不是做覆盖 我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大家来思考一下 那么本节课呢 咱们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安卓存储的一个实现 并且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